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全台呢幾乎都有雨勢 不過呢早上的雨比較大 下午開始慢慢緩和現在呢 正在減緩當中 今天就是一道封面通過台灣那整個封面的水氣呢已經慢慢減少了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越晚呢雨越少的話冷空氣就開始來 溫度呢從下午開始直度的這個一次一路的往下溜 所以今天晚上的到明天清晨是最低的時候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明天呢就轉為比較偏乾冷然後接下來呢各位也可以看到 都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至少持續到這個週末 甚至到下週一二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一下 大概會有一段大概有一個禮拜比較穩定的好天氣 請大家務必要好好珍惜 大概改為偏吹東風啦非常有春天的訊息出現了 請大家好好把握 那下一波呢可能是落在3月這個中下旬 不過這波還有待觀察還有很多變動的空間 所以今天呢其實要注意就是明天呢就顯著的水氣減少 轉乾了 冷空氣呢 乾冷的空氣會造成輻射冷卻 所以呢 局部空曠的地區有可能會10度 都會地區像台北市來說的話可能就是12、13度 請大家注意這個的確是跟前幾天的落差 很大這個是很容易感冒生病的天氣 然後到了禮拜二、三、四特別是三、四之後就改為吹東風 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西半部蠻晴朗的 這個時候呢就要注意本地的空氣污染 可能就會稍微嚴重一點點 大致上類似穩定的天氣會到這個周末啦 那明天呢就是一個轉乾的過程 所以各地來說的話 就是轉多雲到晴的天氣 然後禮拜三、四、五呢就改為吹東風 所以東半部 容易有些局部的陣雨會發生 那溫度上呢這兩天呢 早上呢晚上呢都要注意 清晨輻射冷卻的低溫 尤其今天晚上 明天就開始回溫了 到了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典型春暖花開的溫度 請大家好好珍惜 這是北部的溫度 中部的溫度呢也是一樣 這兩天要注意中部有 比較晴朗輻射冷卻的低溫 可能在一般來說的話可能會拉到12度 接下來就顯著的回溫了到27、8度 南部來說的話也是如此 也是顯著的要回溫了 所以請大家呢可以珍惜未來 這段時間可以安排規劃一些活動 或是賽洗一下衣物 那這兩天呢各地都比較低溫 全台都是有低溫的機會喔 這個都是有冷的感覺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注意 年長者的健康 那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東半部還是有一點陣雨 但是晚上各地都轉為多雲到 要多雲到晴的天氣了喔 那空氣品質呢 尚還不錯 但是就要注意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溫 明天呢各地都會有 機會有陽光會出現 不過呢 不要被陽光騙了喔 還是有一點冷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 13到20度 12到21度 11到24度 清晨的浮著冷卻 或是晚上 明天晚上浮著冷卻 還是很厲害的 請大家 稍微多留意的 明天就是現在就是從 濕冷變成乾冷的過程 溫度極降 留意深夜明晨的低溫 留意含氦 然後週二呢轉乾冷 週三開始逐步的回溫 穩定的回溫好天氣 預期至少到這個桌末 請大家好好把握